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今天的报道有意思,给大家讨问的是金刚芭比林心培 我刚刚也一本也找到我的限制级人生 因为心培他刚刚是入他的法拉利在我们的录音室 他的法拉利就是他的轮椅 心培你好 你好,靖贤姐你好 你是哪个金刚芭比? 因为我现在身体里面有39根钢钉 所以我就很壮,很壮嘛 对,我自己觉得啦 但是因为我其实很想当一个漂漂亮亮相芭比的女生 这是我的期待 但因为我做轮椅有很多钢的东西在我身上 轮椅也是钢的东西 所以我就帮自己取了一个有点像是 钢龙并记的一个名字 的外号 为什么你的身体里面有39根钢钉呢? 因为我是脊椅损伤的朋友 那后来因为成长过程 我的脊椅侧弯了 所以医生就建议要矫正 那钢钉是维持它不会再恶化 所以我看这个心培你是四回 其实生病了 对,对 那这个病是跟脊椅有关吗? 它是神经的 有点像是突然急性发炎 然后造成我的双腿的神经就坏掉了 所以才会需要用轮椅长时间做着生活 对,蛮突然的 就是急性发炎 然后原因医生其实擦不出来 对 就是肚子 纵乐透啦 像这样子 你就要一直开刀吗? 会让它变好一点吗? 小时候还好 老师长大之后当然就是因为坐姿不良啊 或者是说膀胱开始有些退化啦 这都是那个脊椎损伤的人 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阶段性的退化 那就二十几岁的时候开了一个脊椎手术 那三十几岁的时候就面临到膀胱的问题 开始比较有一点点功能上面的退化 所以基本上不能走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 但是这些退化都是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就后来就花了蛮多时间去适应自己 后来坐在轮椅上的生活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之前在录音之前 我跟欣陪他又动电梯堵到 他真的太厉害了 这么厉害 我们会觉得说 你就是适应伦理嘛 已经适应了 他就是我的腿啊 可是他刚刚有讲 其实我已经坐在轮椅里面 我的身体还是一直在会变化嘛 因为随着 因为我不是站在那里 所以有些事情要去调整 可是我刚刚就先问了一个必须问题 我就说 你怎么穿衣服穿得这么好看 因为他有搭配 为轮椅搭配服装 你怎么搭配 我就会去穿一个 让自己看起来会比较显高显瘦的 因为你都坐着 就会一坨在那里 我又不是很高 所以我就会有时候 就会觉得穿洋装 是一个还不错的搭配 你穿黑色系洋装 然后就有拉长感 你是不是整个人看起来 就会比较苗条 然后比较有那种 就不像是一个病人的样子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坐轮椅好像就会破杯 不是老就会破杯嘛 我看起来又没有那么老 所以大家就觉得 你就是个病人 但事实上 坐轮椅的人不代表是病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状态 他是身心障碍的状态而已 这样子 因为有的人看到有心培 会想到 你是不是就是 有一阵子网路上一直出现 有一个 胖无红白的孩子 对 然后呢 他去潜水 要去跳伞 要去滑雪 就是 那一般 我快去玩 那个是你吗 那个是我 没有错 几年前的我 但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我这辈子会做这样的一些 极限运动 但因为那是一个广告 人家的一个 广告拍摄的活动 要做完成的画面 所以那时候 就跟那个拍摄团队 有些讨论 他们觉得如果 在我的意愿 想要完成这件事的 意愿有没有 如果有 我们就去想办法 找教练啊 找那边当地的志工 因为他们 譬如说 我们去滑雪去纽西兰 那纽西兰的教练 就跟我们说 身心障碍 有叫怕运这个运动 就有很多人 滑雪的项目 他们的学场 就有很多 做任意的人来滑 所以对他来说 他带我滑雪 根本不是一个 可怕或者是危险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一般的 运动 然后我们那时候 还知道 做任意的人 可以做这些 因为台湾不可能 我们没有滑雪的 这个项目 也没这个经验 那就是因为这样 我看见了 很多国家人 对于做任意的人 其实他们的态度 都是不一样 有些人会觉得 你就是要小心翼翼的 保护着他 有一些人会觉得 就是一般人 只是多个 不一样的工具 或者是在滑雪 还是在跳飞行伞 所以那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点的 更多的认识 我自己 其实不用有这么多的 限制 因为只要别人 愿意协助我 那我应该就 放款兴趣 试试看 所以那时候 才做了这些体验 所以那个 公狗的初衷 他是想要表达 无据 就是不要害怕吗 他是想要表达 一种正向的 无据 应该说 我觉得 有时候还是要恐惧 不能什么都不怕 不然这样有点 就是失控 但是他想要讲的是 我们人生的那种 恐惧是很多 并没有那么严重 是很微不足道的 一些事情 你应该要想办法 去面对他 跨越他 那这样你的人生 会比较顺顺一点 而不是被绑住 或被限制住 我们想要表达 其实这个正向的 力量 告诉大家 那无据 在我生命当中 当然就是 走路这件事 就是我的恐惧 做这些极限运动 跟脚有相关 一定也都是我的恐惧 但我们去做了之后 才发现 我们可以这么无惧的 去面对这些 我们本来以为 跨不出去的事情 然后当然 一个部分 是我腿很有形 看得见的不方便 但其实更多的是 我自己内在 愿不愿意去做 愿不愿意尝试 愿不愿意 接受别人的帮助 所以其实才是 这个影片 想要传达的东西 我先可以讲到 愿不愿意 接受别人的帮助 因为我想说 身为一个 身体不自由 那一定是比 我们一般 更多机会 要去开口 说请帮我 怎么样 对 但是你真的 也是需要克服吗 以前刚出门 我大概是 22岁的 左右的时间 才比较一个人出门 在那以前 我没有电动软益 我是很少一个人出门的 那当然就没有机会 找人家帮忙嘛 帮你的人 永远是你的手足 跟父母这样 还有同学 那20几岁开始 出门了之后 你就发现 哇 在路上真的就要开口啊 譬如说 我东西掉了 掉在某个角落 我是捡不到的 就要找路人帮我捡 那有时候 像我今天好了 就是很日常的生活 我今天要进办公室 我要坐火车 那火车的话 因为它有那个 砍很高 所以火车站 就会派一个人员 帮我们拿一个 斜坡板 我才能上着去 所以你每一天的日常 就是要讲人家 帮助你 给你一个斜坡 我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这么可怕 也没有这么的不堪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跟人家开口 是一个伤自尊的事情 怎么样回应别人啊 我每天就说 大哥谢谢 大姐谢谢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那你需要帮忙 不要那么多心理流程啊 啊对 小剧场要放下来 以前真的 刚开始出门也是会 想完一轮之后 你就觉得不要出门好了 对 自己都眼泪了 对 真的会 这个柔软的面对 就是跟这个疾病共存啊 做轮椅 我们现在访问到 是林新培 他叫做金刚芭比 他从得病戏会 开戏 就是那个可以去跳伞 潜水 滑雪 那你呢 也去过 出现在蔡依林的演唱会 当MV主角 这个是什么样的艺能经验呢 艺能经验 就这个广告的一些发小 那当然就有些人认识了我 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哇 这个议题很特别 做人的人做这些事情 好像就是应该可以被看见啊 然后有些不同的观点 所以有一年就是 Jolene就是蔡依林 他就要拍一个 关于平权相关的 一系列的影片 在他的全球演唱会 轮放 那当然除了同志议题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啊 女性啊 或者是一些长辈的议题 其实他都有纳入当中 我朋友就问我说 哎 你喜欢Jolene吗 因为Jolene最近想要找 这样的一个拍摄的角色 我就说 我喜欢啊 我以前还会自己去看 他的那个演唱会 然后我朋友就说 好 那看看导演觉得 我合不合适 那导演刚才觉得 跟我聊完之后 也觉得好像也可以 所以他就拍了我的一些 生活日常去 告诉大众就是 不一样又怎么样 就是我们一样 还是人生的平等 我们一样还是 想要参与社会 然后大家可以 互相的更友善的 包容彼此 因为这社会 本来就很多元嘛 所以 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了机会 就是完成这个MV的合作 但是当然 因为我本人又不是跟 蔡依林出场片的MV 直接搭 所以我没有看到他本人 但因为那个第一场 就是放这个影片的 巡回演唱会第一场 就是小巨蛋 所以那时候 在小巨蛋的那个 这首歌之前 叫不一样又怎样 这首歌之前 就是有先放了这个影片 然后那时候就大哭 我就觉得 哇我小时候的偶像 怎么会念出我的名字 好开心 对 我觉得很 很像做梦啦 对 好 我觉得 我今天马上到心配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方便 可是我们刚刚在谈到说 啊那穿衫才会漂亮啊 搭配这个轮椅 这个生活的样态啊 对 会有方便 然后呢 从以前一开始 我想说 在小巨蛋的轮椅 你的童年 青少年 青年都跟人们不同 对 那 其实这个是一个 每天 包括开口 请人家帮忙我们 而且自己认知 这是一个常态哦 嗯 怎么样内建立生活来内 我觉得这对一个年轻人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我以为他要误言 他笑的声音 比我更大声 我觉得这不是只有 这个修炼 那个个性上 这个都是正面的吗 还是也会有点 负面的效应 如果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名人的 这个角色 我自己认知 是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我自己都 还是有在市场上工作 我是有在上班的 所以我其实 相对是 我比较低调的 说这个 自己工作专业 以外的兴趣好了 对 那当然就是随之带来 我觉得人是这样 我记得那时候 这个广告上线 虽然是很多年的事 但对我来说 很像历历在目 因为我在演讲过程 我还是会用这个广告 去跟很多听众交流 这是一个开始 但是那个开始之后 我怎么走这个九年 这才是重点 那个开始是非常美好 很像礼物 可是生活并不会是这样 每天都是 在这么高点的地方 所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人 会认为说 当然有 有难听的声音 大概就是会觉得 你做人 你凭什么拍广告 因为有些人不认识我 这男人生做这样 他们已经就有钱 就是他有办法去旅行 大家就会用这个言论来看我 那你说也说不清 好 然后但你看到眼里 你会觉得有点 愤怒到时候 你们又不认识我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不是很小就出来工作 但是这些东西 你解释不清 虽然这是第一个委屈 可是后来 我那时候就有点茫然 我觉得说 拍这个广告是对的吗 我把自己的人生 就是放大在别人面前 给别人看 别人不是说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 你很有勇气很棒 这一定是好声音 可是你很容易会放大 别人对你的批评 尤其我又不是那种 有经纪人 然后有被训练过的一个人 我就是一个素人 所以那时候的确会有点沮丧 然后觉得自己 是不是做错决定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 那个广告公司导演 有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人生不可能 你永远都在高峰 都拿到礼物 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讨厌你 你不能那么贪心 要求所有人都要喜欢你 而且你拿到了一个很棒的礼物 就是这个十个国家旅行 对 那你就相反的 你一定会有所付出 所以你要这样子 你才有办法接受 这个所有的变化 但我觉得他那句话 我听进去 的确就是你不可能 这么贪心 什么面面俱到都好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就对网友喜欢我 跟不喜欢我这件事情 就大大的放下 那当然随着这九年的变化 我自己除了 我没有在拍广告了 但是我也没有成为 所谓的经营自媒体的网红 但我自己在 我有自己的粉丝团 就开始会写文章 我发现写这件事情 是我抒发压力的 很大的来源 管道 所以对我来说 他不是一个 为了经营我自己成为 一个网红 要做的事情 我会相对自在 那写着写着 当然班人的那个日常 跟我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会变成特别 因为与众不同 所以有了粉丝 我觉得蛮特别 一开始刻意的曝光 刻意的广告 刻意的媒体包装 但到最后就是变成 林心培真真实实的 生活模样 那我就会 更自在一点 然后当然到现在 一定也会有一些声音 别人会觉得 我听过比较让我 不知道怎么回应的话语 大概就是有人会 跑来跟我说 你知道谁谁谁 讨厌你吗 那我说 我感受得到 但我不知道原因 他说因为他们觉得你是既得利益者 因为以前这句话不流行 但现在比较多会讲这句话 那我就会想说 什么叫既得利益者 他们就会很白话告诉我说 因为你拍了广告 你红了 但是你却没有帮身心障碍 做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觉得你是既得利益者 只有你自己拿到好处 林娟任你很幸运 有人刚才说 你就是家里有钱 我猜的人 但也有人说 这样你这么好 你还没带大家做些事 马上回来 这个心陪从一开始 细悔莫名就得病 一个极心的极尊炎 到外来就在家 他身屋住39基的冬町 我在想一般人 有的人女孩子说 我头脚的面子 一只牙肉就要睡不着 就迫睡了 这个辛苦39基的冬町 那个会有影响生活吗 大概前一年会 你整个背很紧 每天都很紧 你想办法伸展 就怎么样都展不开 然后你没办法弯腰间东西 因为你被固定住 你的脊椎弹性很硬 对 我觉得很神奇 这样的人还可以活着 那但是慢慢的就是适应 我就人生所有事情就是适应 然后习惯 然后就自在了 所以现在我就东西掉了 只要不要太角落 我可以弯腰剪刀 对 弹性变好了 我所谓弹性变好 也是一个适应的代价 那这个代言的功格里面呢 他可以去10个国家 他也可以去潜水啊 要做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可能 一般我们 家庭没问题的人 什么滑雪 都未必都有试到 而且那个播放之数很多次 对啊 好像听说 七天一百多浏览率 那时候走在路上 会不会有认出你 那时候我在外商公司上班 那一开始我是默默无名的小职员 后来我们那边的 就是因为我们外商嘛 所以那边的大老板们 就是外国人 其实就会发现 你就是那个广告上的人吗 的确有时候会有被人家发现认出 但我后来就觉得蛮 到现在当然因为我常常在脸书上 写一些东西 拍一些生活的东西的照片 人家也会知道 你就是那个金刚芭比 或灵性拍 我就蛮自在的现在 所以我现在素颜 我也是敢出门 因为你去那么多国 十个国家 十个是哪十个啊 六个是欧洲的国家 法国德国 然后什么维也纳那些 两个是亚洲区 那个泰国跟日本 然后纽西兰跟波流 对 其实有日本我去过 其他地方 他们那几个我都没去过 那个是好难得的经验 是妈妈陪你去 对 那时候因为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男生 那他们就说 因为我毕竟女性嘛 他们觉得要找一个陪同 对我安全会比较好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谁可以一个月不上班跟我去 我可能会让他没工作就不好了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想要 当然找姐妹你会很开心 对不对 对 可是找妈妈你会很安心 对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那不然就请我妈妈跟我一起去 那当然也是希望让妈妈放轻松一个月 就是看看这个世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当然就这样出发了 像你在做我们那样说 飞行伞啊 滑翔翼啊 这个有没有一些安全上的 就是要训练嘛 对不对 我本来以为要训练 但是到那里要拍摄 只有两个小时时间 你没有训练可言 所以就讲好那个安全措施 签好那个不负责任的那个单子 然后应该是说那教练音乐 可能常常带人家这样飞来飞去 所以他们也觉得很简单啦 对 所以这一支广告呢 其实就 我就让心陪人出现在很多眼前 我们刚刚也有讲 这个人怕出名 就是你出了名以后 那因为你又卡手不方便 卡不方便 就会有人说 他可以这样就是 他当时有钱 然后就是可以乱猜一通 那你从这里 有听到一些负面的一些效应 就是说 我会不然你就记得利益者 对 你这样不方便 变有那么多好处 你还没有要帮我们大家 做些事情 对 我觉得被骂什么 他们家很有钱 然后是他拜家女 把他们家的钱都花光 在旅行 这种事情你就只能笑一笑啊 啊就是 这就是不是事实嘛 对 那被说记得利益者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我一直还在消化的 到目前为止我也在平衡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 我不是上帝 我真的帮不了那么多人 那记得利益是记得什么利益啊 就是你有这些美光灯 你有发生管道 举个例 我今天上广播也是一种发生管道 那你讲什么呢 你要讲的是 卫生音障碍争取福利 对 还是要讲你自己的生命故事 这就是你要去拿捏 可是后来对我来说 嗯 我觉得只要人的地方 就会有不同的声音跟想法 那当你是一个晚辈的时候 你如果多一点发生人家长辈 也会不开心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太麻烦了 我就好好做好自己 然后不要去讲家的是非 不要管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因为有些人 必须说每个圈子 都每个圈子自己的问题 我指的圈子是 譬如说你上班的时候 你有上班族的小圈圈 同事圈 你在同才之间同学的时候 有自己的同学圈 你在身心障碍族群当中 也有自己的轮椅圈 那有人在这当中喜欢你 也有人会批评你啊 就是没办法的是 啊你要不要去讨好那些批评你的人 一开始我会 就是非常觉得尊重这些前辈们 然后笑嘻嘻哒 后来慢慢长大的过程 我发现就是 有些人对你有意见就是 你不会成为他朋友的 所以你就不要演了吧 对 后来我觉得不要演了 彼此放下 对彼此放下 就是他认不认识我的全面 我不确定 但是我想不想因为这样子 然后去讨好他 让他认识我的全面 是我的决定嘛 啊我决定不要了 就是大家各自安好 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啦 譬如说他有他的生活圈 我有我的生活圈 对那 只有这样我才能够 自己过得自在 因为我管不了别人 自不自在 我只能管好我自己自不自在 不要去说人家的是非 对这样就够了 然后后来发现 诶这样挺好的 后来就是开始 会有一些前辈们 会找我合作一些事情 对 不要去活在别人的嘴里啦 对啊 这个说的容易 说做起来 要一点修炼 对对 过程紧当扣 那你还去 我看到一个 你有去北京 参加 我饰演说家 的晋级总决赛 那个是演讲啊 那个是演讲 就是因为这个广告延伸 就是在中国大陆那边 也有人看到网络的广告 那有一天就有一个 北京卫视的编导 20出头的刚毕业的女生 她就是透过了台湾的人去比赛 她就问说 你认识是这个女生 刚好那个爸爸 她跟她的孩子跟我一样 是有身心障碍的状况 所以那个爸爸有我的脸书 他就爬来回来跟我 台湾跟我说 新北新北 中国大陆要找你去演讲 那个比赛 你要不要去 我又说 可是我演讲很烂 我要比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在演讲 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要不要去那边磨练磨练啊 大舞台大世界啊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就觉得我做不到 我一定做不到的啊 因为我不是天生演讲 因为对方那个编导 那个女孩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 你知道我们虽然是个节目 但是我们的节目 是可以给社会 带来正面意义的 不是玩一玩 然后比赛 竞技比赛的这种游戏而已 她觉得可以带出 更多的有意义的事 然后她就说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中国大陆 有这么多的身心障碍 都关在家里 因为他们的环境更不友善嘛 所以历来就可以 让这个环境 跟我一样的人 躲在家里 有机会出门 我想这个 欣陪是展现一种 你也可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因为如果说 我们已经很不逢 很不逢 就刚刚想说 出去想要 都要去家庭拜托啦 像现在刚刚外面在学校 对吧 像我们可能会记得说 带个伞就出去啊 但她没有 她想说 我这次如果是轮椅出去 真的是诸多不便 对啊 我可能多 要拜托人 又要多一两个 那心里想一想 可能就 无想想要出门 真的 如果你是没有很 像欣陪这样 就是试试看嘛 那像你这样子 我想列就业啦 是爱情啦 跟我们经验都不太一样 对 比较私人的问说 这样真的做轮椅 会影响到你交男朋友吗 当然啊 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跟我讲 你就找那个跟你一样 做轮椅的人在一起就好了 可是你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觉得 爱情这种事情 不是随便凑合着 就可以过日子 对 而且对我来讲 我会 我应该说 我没有觉得 我的伴侣不能是做轮椅 或是不能是身心障碍 可是我想到一个 非常务实的想法 就是如果他跟我一样做轮椅 然后我跟他说 诶 我上班那天都听你抱我一下 因为我们出去 总会遇到这种困境嘛 然后他也抱不了 我也抱不了他 我就觉得 打扫 谁打扫 我可能没办法 蹲下去捡那个 拖地 例如 那他也没办法呀 那我就会觉得 哇 这样子困难也是蛮多的 啊我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智慧 可以去处理这些这种 因为我觉得婚姻已经不容易了 你还在处理这种小事情 更不容易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实际一点 你自己可不可以做成 这么完美 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 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我要找 不是做人 你的男性的交往 那当然这就会有那个社会上落差 人家的爸爸妈妈怎么看 你就是 爱人家一姐嘛 啊 你的外表 你的 未来可不可以生孩子 啊 你会不会造成我儿子以后的 要照顾你啊 有没有 私能啊 然后以后要推你轮椅出门啊 喂你吃饭 然后他们就会想很多 就会想你就是贪在那边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贪在那里啊 对嘛 我们到老都有可能有这个际遇嘛 所以呃 你就要花很大的力气 让别人的父母相信你 不要阻挠你 那重点是这个男生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他够不够有勇气跟担当 对 哦 这真的不容易 这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心肯的 的那种心理化 因为你开始有生活上问题嘛 那我们两个都坐轮椅 真的耶 现在忽然间保证品掉到地上去 我们两个就 那一个不坐轮椅就可以 马上跑去把他捡起来 我就会比较 务实一点想要生活细节啦 但是我有看过蛮多那个情侣 或者蛮多那个会 呃 老公老婆 特别是轮椅朋友 他们也是过得很幸福 爱有生小孩这样子 对 觉得厉害 我们没有预测立场 对 只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预测立场 所以什么都在想啊 呃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 所以我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会先有一些思考 先想过啦 嗯 对 我比较没有那么冲动就去做的 那种个性 我看起来很像 因为我讲话很快 可是事实上我其实是会 深思熟虑一些事情 然后再去开始做这样子 这样 因为你其实做的事情比 像我们一般朋友做轮椅 其实你尝试很多 嗯 那你还有什么事想做 还有什么事想做 呃 两个吧 一个是比较对外 一个是比较对内 对外的话是有机会 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去澳洲 或是纽西兰生活一个月 哇 想 还没做 对 对 不管是要存钱啊 还是说你要找那些无障的环境去调查做功课 对 要一点规划 那你为什么说是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啊 活得下去 我觉得很帅 我自己对自己的 觉得这是对我来自我鼓励啦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 我就是人生有时候是比较沉淀的 对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每个阶段 然后三十岁有三十岁的时候的 呃 接下来的门槛的生活经验 我会觉得哇 如果可以去那边生活 就是我一个暂停 空白格的时间 啊去想想人生接下来要怎么走 啊 第二个是想要就是有买一个自己的家 一个房子 小小的无障碍房子 我想要无障碍的厕所浴室 因为我们家现在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最期待 因为毕竟要生活到老嘛 所以我希望那个无障碍的环境是 我可以一手一手打造出来 对 啊可是住台北买房子就 梦想会比较久一点 我觉得有梦想 是 你又务使又梦想 对啊 对 祝你每梦成真 谢谢 那也要好梦是林心培 那他呢叫金刚芭比 行呼了好久三十九针 九支钢钉啊 可是他真的笑得好可爱 我觉得巴比还没有这么可爱 哈哈哈哈 好我们今天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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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金贤姐 多个无意书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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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